就这样 小白 雏娘姐 快递员 再来与浪姐达成了和解 离开浪姐家 来到公寓一楼 等一下 是不是忘了点啥 于家姐呢 她是不是还在浪姐家 想到这里 小白和雏娘姐决定 再回浪姐家看看 刚好快递员一直想上厕所 于是也跟了过去 他们还不知道 彼时浪姐那边 已经有了新的情况 于家姐正恶狠狠地盯着她 还记得前面提到 于家姐五年前离婚 原因是前夫有了外遇 你猜对了 浪姐就是那个小三 当时于家姐想过 控告小三 后来一位律师劝解 说拖下去只会对自己 造成精神负担 于家姐就放弃了 以至于她连第三者是谁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本来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于家姐的愤怒早已消退 但当藏在卧室床下的她 看到前夫和浪姐的合照 得知了浪姐就是当年的小三 还是一直不住燃起了熊熊怒火 于家姐怒斥浪姐 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可浪姐却觉得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是不是想扼钱 大姐当场抄起桌上的剪刀 好家伙 这又是什么情况 原来 宝安是半年前 才来到公寓工作的 她曾是浪姐的粉丝 买过浪姐的写真 她押过浪姐的握手会 发现浪姐住在这种公寓以后 便产生了想要 窥视浪姐私生活的邪恶念头 昨天借浪姐外出 她用公寓的备用钥匙 打开了浪姐家 痴汗一般的感受了一把浪姐的气息 然后立马就意识到 自己不但很变态 而且可行可靠 赶紧悬崖勒马准备离开 结果小白三人刚好赶来 把她逼进了床底 等三人走后 她第二次准备离开 又被快递员逼进了沙发底下 这后小白三人折伞 如果不是瑜伽姐在沙发上坐瑜伽 也许小白就会过去打扫 早早就把她发现了 反而言之 宝安在沙发底下目睹了一切 还一度与偶像浪姐 只有一张沙发之格 眼下 宝安控制住了瑜伽姐 小白淳男姐快递员 也回到了浪姐家 浪姐也如之前一样 对于余伽姐也决定广看一面 至于如何处理宝安 听她描述自己 闯入浪姐家的初衷 众人一致的反应就是 尽管她算是在关键时刻 救了浪姐一命 但仍然抵消不了 变态行为给人带来的不是 如果说因为被抢老公 就要杀浪姐的余伽姐是可怕 因为缺钱 想要偷东西的快递员是可恶 那宝安这种纯粹的跟踪狂 就是又可怕又可恶又恶心 大家一直认为 她的行为最严重 交给警察叔叔 不过决定权还在浪姐手上 她最终的选择 依然是放过保安 还定住她以后 绝对不许再这么做 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地 离开了浪姐家 如果没有意外 电影到此也就该终结了 然而进入条告诉我们 事情还有反转 接下来的篇章 我们以浪姐为第一人称展开 其实在她的内心里 小白 除浪姐 余佳姐 快递员 保安这五人 都应该交给警察处理 之所以会选择原谅 根本原因是她真的逃税了 原来浪姐真的在家里 藏了三个亿 只是没被小白他们发现罢了 藏在哪 咱们暂且按下不表 但如果警察介入 小白做笔录的时候 肯定会提起逃税的事 到时候国税局的人 来家里一搜 不但钱没了 人也得进去 因此浪姐只能选择 放过所有人 打发走了五人 浪姐选择的心 总算落地 走出公寓 小白三人组区 停了场取车 保安和快递员 走向路的另一边 在快递员打算 骑车离开之际 保安却越想越觉得 自己心里有愧 哪怕浪姐原谅她 她也不肯原谅自己 于是告诉快递员 她决定去自首 哪知道 一定保安说要自首 快递员立马不淡定了 开始拼命阻拦 两人争执之中 一个猪猪人偶 从快递员兜里 掉了出来 前面提到 快递员曾不小心 把猪猪人偶 弄掉在地上 那玩意儿骑着是 传金打造 浪姐知道藏现金不方便 却把钱画成黄金 做成人偶 来掩人耳目 起初快递员 并不知道这茬 后来听到小白 他们复办逃税的事 他正在想起来 人偶的重量不正常 猜出了人偶是黄金 因此 当小白和陈浪姐 要返回浪姐家 他们要谎称自己 想上厕所 其实是 街机把猪猪人偶 都塞进了自己的兜里 这也是他 阻止保安自首的原因 他是真的偷了东西 而且相当于一笔巨款 一旦保安自首 他也会被调查 不但钱没了 人也得进去 对于浪姐的粉丝 本来一眼就认出 人偶是浪姐公司的吉祥物 意识到那是快递员 突来的 他边追边喊 刚好被上面离开的 小白三人撞见 于是乎 他逃 他追 他在森林河里围角下 插扯南非 最终 在路人帮忙报警之后 大伙都到了警局 做笔录 原来郭税局 早就盯上了浪姐 这回暂时得到了 逃税的铁证 而且拔出萝卜 带出泥 浪姐的男友 也就是于家姐的前夫 同样也因为 被查出逃税而入狱 由于浪姐没有救三人 非法入侵的是报案 所以小白三人 啥事没有 以免结尾 浪姐公司被勒令停业 小白出张姐 换了信的公司 两人与于家姐 聚在一起 吃了顿晚餐 小白非常不好意思的提出 希望能平摊一下 上次去浪姐家的停车费 突然上下来 这部入侵者们的晚餐 总共设置了9个转折 1.浪姐逃税是误会 2.衣帽间藏着快递员 3.周日才是浪姐的出发日 4.浪姐花风一转 原谅了所有人 5.于家姐前夫出给浪姐 6.保安躲在沙发底下 7.浪姐真的逃了税 8.保安扭头要自首 9.快递员上厕所是假 偷人物是真 前面四个转折 更多的是铺垫 让这部影片的趣味 逐渐升得温 后面五个 则是实实在在的反转 一波一波 见脸输出 让人有一种 欲罢不能的快感 不夸张的说 我来看的时候 仿佛是大局遇上了缓缓 只想说一句 你还有多少惊喜 是真不知道的 当然 这些反转不像很多 学院片那样 建立在复杂烧脑的 剧情和叙事之上 也没有让观众 跟着解密的企图 他们只是出乎意料的 出现在你面前 哪泥 这又冒出一个人 what 还有这么一出 然后只给了带你 拼凑出事情的全貌 不可否认 如果按照严格的 学院片标准来审视 版面的逻辑 经不住戏推敲 比如小白他们偷浪迹钥匙 去配那段 有点过于夸张 并且运气成分很大 配完以后 如何再次溜进办公室 把钥匙放过去的桥段 片段也直接给遍过去了 但是要说到氛围和节奏 本面的效果非常不错 整个观影过程中 你会寻序接近一般的 沉浸其中 收获非常多的快乐 里面共分为14个篇章 少将以小白的第一人称 旁白展开 在平和自然的语气中 违背道来 特别突出了他 作为清洁工的工作心得 比如 他让那些看上去干净的 似乎不需要怎么打扫的房子 会采取乍看整洁的方式 把雪龙头这种 最容易看出 有没有变干净的地方 仔细清理一番 就了这么短短几句话 几个镜头 就把小白这个 底层打工人的人设立住了 之后的13个篇章中 每个角色 也都有着他的旁白 同样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 和口吻来进行讲述 这种处理 一方面简简明了的 交代出信息 另一方面 观众迅速建立起了 对各个角色的认知 同小白的旁白一样 小白和初娘姐 于家姐之间的聊天 往往也都高度生活化 他们还会感叹 什么饭菜看起来 简单但不好做 什么房子不好清洁 所有潜测造具 都非常的接地气 观看的时候 你会感觉这些事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 生活重心和空调所在 产生深深的认同 想想国内某些 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 妆容是精致耀眼的 工作是高大上的 事业是有贵人相助的 闺蜜是有可能撕逼的 除了口号喊的 郑天想 处处是虚假悬浮 张伯电影的女性塑造 比她们好的不是 一点半点 事实上 演员本身 就没有用绝对的好坏 绝对的道德 来塑造角色 相反 她所要告诉我们的 正是道德和人性的微妙 小白就要不必多说了 她始终认为 偷钱是邪恶的 即便偷 也要捐大头 法国占了一丁点便宜 都会不安 发现浪姐没逃税 还要做点好事 弥补自己的过错 楚娘姐和余佳姐 也不是贪婪之人 出点钱不假 但本质上 有的很简单 底线也不低 否则他们就不可能 接受小白 回去打扫的提议 比起小白三人 大致相同的底色 快乐园和保安 倒是一组 鲜明的对比 快乐园的确很惨 负债累累 导致她动起了 凸强的念头 这本身是有些 情有可原的 可被发现后 明明浪姐 宽红大量放过了她 她却还是贼心不死 这样就没法找补了 比生活窮迫 更可怕的 是丧失了 生而为人的羞耻之心 至于保安 她干了底层男人的 重级工作 说她恶心 确实有一点 但是她有多坏 也不至于 她曾被欲望战胜理性 潜入浪姐家 也一再扣问 自己的良吃 觉得自己不该这样 最后还要去自首 她有着自己的小邪恶 也知道什么是羞耻和愧疚 也算不上真正的坏人 多说一句 电影毕竟是电影 现实中 如果有谁偷偷潜入别人家 或者是个跟着狂 咱们可绝对不能姑息 长毛影片中 唯一的坏人 其实是人设 一再反转的浪姐 借入这个角色 导演狠狠地讽刺了一把 一言一却为代表的 某些所谓的社会上层人士 我相信 谈刀小伙伴 已经不止一次 在心目中看到 他们偷学漏税 拖欠工资 岁得败坏之类的事了 可别人就是这些人 有的就像浪姐一样 看上去热衷慈善 实际上 是在花钱买名声 不过话又说回来 有人做慈善 总比没有强 而且也有人是 真心去做慈善 帮助别人 这样的人 也得值得我们尊敬的 两届编门学院设 推荐作品 入戏者们的晚餐 创业指数8.0 逻辑指数7.0 学内指数7.0 发展指数8.0 少门指数7.0 豆瓣评分7.7分 RGBB评分7.3分 偏偏改出的 学生计算值7.4分 值得一看 接着到写稿时 版面带某班的 平价人数 还不得一万 看过的人不是很多 这来先推荐大家 去看看原片 有些东西是解说 无法体现的 如果觉得不好看 也可以回来 取消你的点赞 什么 不会取消 查了就行了 好了 白级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了拜